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我是一边 过去这个月国内外各职业篮球的季后赛 冠军赛大家是不是看得很过瘾呢 那随着PLUS LEAGUE的富邦勇士 拿下冠军之后呢 职业篮球的季节也正式造一个段落 那今天我们就来带大家讨论一下 湘敏蛮爱讨论的篮球收视的话题 那最后也会加入棒球做一个简单的比较 照惯例线索我们等一下分享的是电视收视率 至于现场的进场人数 就只能以各联盟所公布的官方人数为主 不过老实说啦 现场有没有做满 这个你看转播其实是看得出来的 除非你有天眼通可以看到大家看不到的东西 恐怖哦 恐怖哦 另外网络收看的部分呢 我们也没有客观的数据可以做参考 不过说到这边就不得不再说说黑人哥了 YouTube上直播结束后 所显示的观看计算的单位是 次数不是人数 次数是会有累加的 像是我一个人可以观看很多次 那这个次数都会算进去 现在声明本频道真的没有针对黑人哥的意思 只是做一些学术上的交流 会把你们走出来 好第一题就很猛咯 我们来看PLUS LEAGUE跟T1的总冠军赛的收视比较 这集应该是我们这个单元第三次做篮球的主题了 那就照惯例我们一样是用4岁以上的全体跟15到34岁男来跑收视率 不得不佩服PLUS LEAGUE的行销真的相当的成功 两个转播频道的收视率都是还放T1的 再来当然要跟世界篮球最高电场NBA一起比一比喽 前情提要一下 NBA的总冠军赛是由 未来体育台跟11SPORE一起播出的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个的比较 很明显是由未来大胜 果然是牌子老口碑好 那我们再把刚才的T1跟PLUS LEAGUE的 总冠军赛的收视率一起加进来做比较 嗯...说实话啦 如果PLUS LEAGUE的转播频道的普及率可以再提升 其实我觉得他的收视率跟NBA是有得拼的喔 那至于T1的部分就是... 再加油咯 最后湘明还很喜欢比较篮球跟棒球的收视率 不过老实说这个真的不太好比 相当的跨界 就像大家常说的张飞打月飞 不过还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什么都不会 就会跑收视率 但不得不说根据印象 中华职棒的收视表现 一直都是比各种篮球来得好且稳定 所以我们就来找一个最具代表性的 未来爪爪台的 例行赛收视成绩来做呈现 这是今年6月份 未来体育台转播中华职棒 例行赛的收视表现 可以看到光例行赛的收视率其实就蛮猛的 不过你有发现一个小细节吗? 棒球的年轻男性观众收视率是低于全体平均值的 也就是说棒球的收视人口结构呢 是比起篮球偏连长一些的 最后把所有数据放在一起给大家看一下 我也会做一个属于我个人观点的小小结论 首先中华职棒的电视收视率 跟各类的职男比较呢 整体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不过职男在年轻男性族群的电视收视率 经营的还不错哦 最后PLUS LEAGUE的人气真的是越来越好了 值得T1见贤思琪 那今天这集就到这边咯 如果大家还想看其他的收视率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